加薩流離失所者說 無處可逃 只能躲到天上才安全 真的很悲哀 現在有非常多兒童被殺害了 超過一萬名 其中七百六 八十六名 還不到一歲 請問這些人是能夠對於你 造成什麼傷害嗎 你是濫殺這些平民嗎 然後但是你看你這樣子做 讓中東都非常不滿 尤其以色列去反擊 去打 伊朗報復等等 伊朗國防部長也嗆瞎了 他說什麼呢 我們可以對以色列發鬥 數十次像真實承諾 這樣的報復行動 真實承諾就四月的時候 那一次是真實行動一 二就是十月一號那一次 但是你可以看他可以發動 數十次的真實承諾的行動 事實上因為我們在台灣 主要是政府的政策 比較是依附美國的外交政策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都沒有派記者去採訪 我想主持人應該知道 我們沒有派記者去採訪吧 或是過去有派人過去 採訪過嗎 過去應該也都是去幫以色列吧 對 因為有的話也頂多到以色列那邊 那不然就是接收 國外的新聞通訊社的消息 所以我們很多消息的接收呢 比較偏向 所謂對美國或對以色列友善 這是先天跟後天的局限使然 那如果你有機會去看一下 所謂的半島電視台 這個中東 對 號稱中東的CNN 那它是等於阿拉伯 世界的新聞資窗 它成立於卡達是 卡達皇子成立的 或者是你看看伊朗的國營媒體 甚至俄羅斯的這個衛星通信社 當然他們多數還是有英文版跟中文版 你會發覺完全不同的一個風景 它會介紹的是這個加薩方面流離失所 比如說前兩天有個新聞 有個小朋友 這個帶一個這個 他的小弟弟受傷嘛 要只有兩個人去看病嘛 那蠻悲催的 對那就蠻悲催的 那當然是不是事實都是無從得知 但整個新聞畫面的構圖 給人家很大的震撼 那我們一般在暴澡這份新聞的時候 比較容易忽略了這個弱勢的一方 所以未來國內新聞媒體暴澡 應該要有自己主觀的 而不至於人云亦云 對 所以在這個中東這個局勢 為什麼全世界非常多國家是同情 巴勒斯坦 一開始以色列被攻擊 大家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但是你要想到前因後果 因為你把所有人 尤其哈馬斯這些 巴勒斯坦人逼到牆角 做出這個舉動之後呢 然後呢 你現在加大力道 對於你周邊的國家 你一打旗 然後你對北打 對南打 通通都在打 然後你看到伊朗呢 可以說是替中東國家出氣了 所以有進行反擊 那他還說我們可以發動 數十次真實承諾 這樣的報復行動 而且傳出來 伊朗也許會在十月五號 十一月五號 就是美國選舉前呢 發動對以色列的緩擊行動 美國緊張死了 白宮犯人說 伊朗不應該回應以色列的報復 美國也會協助以色列 我們當然知道你會協助 但是你的信譽就跟著掃地 當然啦 這個美國停以色列 這是無庸置疑啦 不過我也想請問一下主持人 為什麼美國這麼停以色列 因為他們的財團啊 對 因為他們是利益共同體嘛 那事實上如果你去調閱聯合國安理會紀錄啊 美國目前在安理會總共動用了83次否決權 裡面有42次跟以色列有關 然後呢 美國呢 自從以色列建國之後呢 一開始是比較抱持這個同情的立場 因為他們在 惡政的時候被 納粹德國 非常嚴重屠殺嘛 所以協助他復國之後 基本上是抱持一個這個 同情 這個給溫暖立場 所以給予大量經濟援助 那根據我朝語資料呢 平均1.30億美元 那迄今大概超過1600億美元 而且呢 還申佈時有所謂的軍事援助 那軍事援助跟軍售是不一樣的 軍售是要花錢買 軍事援助是送的 那以最近來講 前一波的軍事援助就高達38億美元 那這個中東戰火再起之後 美國不僅調派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到達相關地區來聲援 而且還有部署的SAD反導彈系統等等 所以無論你從哪個角度來看 美國停以色列是無庸置疑 當然呢 這個美國停以色列有很多原因 剛剛主任也提到說 政治 經濟 文化都被猶太人掌握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要佩服猶太人 因為他們非常團結 不像我們其他的亞洲國家 或者是阿拉伯國一樣 他們非常團結 此外呢 他們對於政治遊說非常熱衷 經常透過公安公司來遊說相關法案等等 所以這是我們要佩服的地方 那至於美國呢 對於伊朗的這個放話沒有回應 坦白講是正確的 因為再過幾年就投票了 這個11月5號嘛 那美國若回答說 會這個回應是是否都不好 所以保持一個蒙古地帶 讓伊朗知所定位 我想這是最好的一個答案 這也是凸顯出 美國你停以色列 停到怎麼樣呢 你會讓全世界都翻了 尤其你自己民主黨裡面呢 很多都是同情比較弱勢的這一方 巴勒斯坦苦難的民眾 所以為什麼這次的選舉才會說 美國你也很擔心 伊朗真的也出重擊 然後以色列又打成一鍋粥 但是伊朗現在真的也不是吃素的 他有很多的一個幫忙 譬如說呢 當然他跟俄羅斯關係很不錯 還有呢他在軍事實力上呢 也要說要採購106架 中國大陸的先進戰機 包括70架的骁龍戰機 這有很多的實戰的經驗 以及36架的殲-10C猛龍戰機 我們把世界地球之分 比喻成一個國小班級 那假設班長是美國 那家園覺得哪些是 壞學生不乖的 在這個班級裡面 美國的立場嘛 對 美國是班長 美國的立場 他就是很愛把世界分成 邪惡軸心 我們看好萊塢電影就知道 一分為善惡 美國都是正義之師 然後邪惡軸心現在通通打什麼 中俄 朝 伊朗 這些通通都是邪惡軸心 對 所以就是後面一個班級 美國是班長 然後就說有些人是壞學生 不要跟他交朋友 不要跟他往來 那些壞學生包含俄羅斯 中國 還有更慘的是所謂流氓國家 所謂的這個out road state 古巴 北韓 對 古巴最近的聯合國進行安理會投票 說你不能制裁 結果呢 全世界幾乎都說你不能這麼做 但是美國還繼續照幹 然後阿根廷的外長 這個支持不能夠進行相關制裁 結果就被fire了 對 還包含敘利亞 阿富汗這些都屬於不乖的小朋友 那美國這個班長呢 就鼓勵大家不要跟他往來 他們是壞學生 不要被人家帶壞等等 所以坦白講 伊朗呢 這個被世界各國禁忌制裁 特別是美國為首 那以及這個武器禁運 他們的這個整個武器的這個裝備 都停留在上一個世代 所以這次會採購 106R中國的先進戰機 包含殲-10C 還有 這個蕭龍 蕭龍 ZF-10C 這個是意料之中 不過這一點 我想中國軍工產業 也不用太樂觀 因為先前啊 有傳出阿根廷要購買這個蕭龍戰機 後來無疾而終 因為美國從中介入 那提供二手的這個 荷蘭推二手的F-16給他 所以後來他就是琵琶別報 改買F-16C了 所以雖然有傳出這個風聲 那有沒有可能被破局 還有在持續關注 對 那因為阿根廷自己頭腦 嗯 都不知道怎麼了 米萊 怪怪的 因為之前叫你加入金磚 人家是巴西幫你邀進去 你不去參加金磚 剛好十全十美 金磚十個國家非常棒 然後你現在呢 又說我明年要去訪問中國大陸 又要求中國大陸 那你自己靠美國 所以你軍工要靠美國OK啊 但是在伊朗這一塊 它是被美國給相關的制裁 或等等的 他當然不會去買美國武器 反而他如果買俄羅斯武器 中國大陸也是OK的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膚膚 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車男精度 lå未成功 加泉 aer portable 彈性 Rhode 後 encontrar 雙 decreasing 他 烈